大家好呀,我是大飞,起床了 昨天晚上在这个帐篷里 挺舒服的 风也刮不进来,也没有外面那么冷 今天准备起床收拾一下,咱们继续出发,出发丁青 黄帚 装备收拾完 咱们准备出发了 今天出发的话 参阅这个峡谷 这个峡谷的话 全部是上坡 现在的海拔是3500 咱们要爬到3900 加油 茶馆饭店 不知道能吃东西吗 不能吃东西就在往下走 大伯可以吃饭吗 有泡面 大伯有吃的吗 没有 我妹妹有的 什么都没有了 人做的没有 人都回去了是吗 那吃个泡面吧 那我吃个泡面吧 拿个泡面吃 晚辈啊 对 吃点东西再说吧 哇 饭没有了 只有泡面 哦 嗯 有可以睡吗 要 谢谢啊 可以 泡一下 泡好了 吃点肉 吃点肉 麻辣的 嗓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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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嗓� 接了一杯热水在大波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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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不是很好 而阴天感觉还是要下雪 一点云彩也没有 这些就是灰蒙蒙的今天 下面就是沙贡乡 咱们不再沙贡乡停留了 直接去县城还有20多公里 咱们过了沙贡乡以后 今天晚上有可能又要赶夜路 看情况啊 反正是一定要赶到县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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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车大线继续齐行的公铃 没 没 小牛肚好小 小牛肚好小 Future 带我出去 嗯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青县前面已经到了 还有个几公里就到达县城中心了 今天晚上在这里修整 然后修整一下 准备到八清县 是200公里 把电补足 今天晚上吃准好的 当地政府给盖的这个清一色的环节房 二层小样楼 是不是挺漂亮 几个小朋友 一人一个自行车 护航着 远程纳线继续骑行两公里 回家了 我回家了 行再见 梦中人 熟悉的脸孔 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 我不会放手 每一刻 孤独独的成熟 孤独的成熟 只因我曾许下承诺 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 爱就要苏醒 爱就要苏醒 万事沧桑 唯有爱是永远的生化 潮起潮落始终不回 尘埃的相约 几番苦痛的纠缠 多少黑夜挣扎 紧握双手 让我和你 再也不离翻 刚才问了一下当地的小朋友 这边有自助火锅吗 他们说没有 没有的话 那咱们就随便找地方吃一点吧 今天晚上把电什么都充一下 这县城很小啊 狭长的 在这个山谷里面 好冷 无人机都冻的没电了 等会找地方充电 先去 找地方先去吃饭吧 走 老板 你们包的多少钱一笼啊 12块钱一笼 哦 就是面什么也没有了是吗 现在累了 哎呀 嗯 来点醋 这还有辣椒 来一点 哇 这辣椒真小 吃点肉 这是用油炸出来的 今天就吃了一包泡面 8点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晚上 马上会9点了吧 8点半 饿坏了 拿了两个小笼包哈 看这小笼包还挺好的 这里还有这个 嗯 泡菜老板 泡菜给送的 没有西饭了 只能喝水了 嗯想下面老板说累了 从8点干到现在 8点 一下没住下 尝一下 小笼包 好吃 真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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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这个肉 好菜 烟白菜 嗯 今天真是饿了 嗯 你从哪个地方骑过来的 我 啊 我老家山东的 山东 对 哦 你从山东过来的 嗯 对 我是骑了一年多了吧 我从 哦 我骑了一年多 对我从广西过来的 啊 你太厉害了 骑了一年多 我骑了一年多 我骑了一年多 你真厉害哦 没有 你家里能吃包子 对 包子 比较喜欢蒸面食 今天晚上就宿吧 在县城里 休息一晚 在县城里 在县城里 你现在回来的小包子 一餐中的小包子 好厨 爸爸 你来一天 我妈要跑出去 爸爸 快点哦 哈拜哈拜 太棒了 又上了一篇 第三篇 包子不大 但是胃好 老板拿到四川 老板买精的 我感觉再吃两楼 能够还行 12块钱一楼 36 再吃一楼 48 上了 不吃 老板住宿 在这里住的是吗 在这里面住的 不不不 里面不住 洗澡的地方 这边洗澡 坐在那边 有多少钱的房间 都是100 100 100 什么样的房间 什么样的房间 100 什么样的房间 你上去看 有便宜点的吗 都是100的 都是100的 没有便宜的 100太贵了 没有便宜的吗 那我看一下 不是太贵了 我转一下吧 好 把充电的东西 拿到楼上去 就一点点东西 这人车号就放在这个门口了 还有无人机什么 全部拿上去 这房间可以 50块钱的房间 一张床 这么厚的被子 这边有电热毯的 开电热毯就行了 公用卫生间 一个独立的游戏房间 谢谢啊 送过来的纸杯 还有纸 可以烧水 热水 热水我烧 用烧烧就行了 洗脚的那边有 洗脚那边有 行谢了 这温宜机电池 还是温的 刚飞完 能冲 这两个比较凉了 低于零下 它就直接黄了 现在是充电模式 这个灯是绿的 我一拔下来以后 这两个就不冲 还有没有 黄了 这两个电池不冲 要给它加热 不加热的话 电池进来往上冲上 这个充电 我低于零度 也直接停 停断了 都要放到电热毯放冲 这个最头疼的这个事情 就是零度以后 解决不了充电的问题 遥控器飞了 一块电池 直接飞没电了 天气太浓 现在充了 44了 慢慢充满 等电热毯热了以后 全部放电热毯放冲 每次都是为这个充电 头疼 这个充电不压 只要冬天 千万不要买热 不行 充电很费劲 低于零度以后 直接保护状态 这个电源还行 电源58的电 冲一晚上也就出门了 行 把这些东西先冲一下 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也冲了 全部都冲了就行了 哇 哇 哇 真爽 嘿嘿嘿 哇 这一泡脚 舒服 舒服 这和寒冬腊月 最舒服的 莫过于就是泡个热水饺 哇 再倒一点 慢慢加温 凉了 然后就温一下 泡一泡 哇 舒服 剪剪视频 睡觉了 明天 出发 八清线 这一段路是 三七上 算是比较难走的 把所有的补给 什么全部都弄好 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准备挑战这二百公里 现在是 现在是 十点 十点 三十三 行 明天见 加油